環保局今天一大早 就到高雄凱旋二聖路口 要請中油人員來施作U型管 來防止丙溪外漏 而檢察官也到場來準備裁切 融化的丙溪管線要再次比對 但是呢 因為今天雨勢太大 所以暫時還是無法施工 而且融化公司 光是找自己的管線 就找了老半天 香港的邊臨是不是在這裡啊 鞋標啊 馬路變水路 也讓湘涵勘察作業難上加難 肉眼看不見 融化人員只好使出渾身解數 要找出自家的問題管線 過來這邊 這邊嗎 這裡 這裡大概是在哪裡 大概這個位置 諷刺的是檢察官到現在 人就看不到問題點的管線 只能靠融化人員 又用掃把又是噴氣 在泥水中勉強化出 不知道夠不夠精確的 U型管替代方案 湘涵的兩側呢 往外 各3米的地方啦 湘涵的右側3米 湘涵的左側3米 所以各3米的地方開挖 然後來接這個U型管 環保局懂了 要用10.4米的U型管 取代怎麼接都會露的PVC 但檢察官就怕融化聽不懂 再三交代 但開挖裁切得等水位下降30公分 而且還要讓中油派員切割安裝 應該就是怕融化再出包 高雄政府也難對外界交代 有電TV 張熟米 楊仁祥 郵川華 高雄報導